麥乖惠,香港近來都發生了很多事 美國今天對一件很重要的事舉行 就是美國總統大選 我們的記者黃雅瑜現在就在紐約市 我們先跟他談談 黃雅瑜,你那邊開始投票了嗎? 黃菁姐,其實現在在紐約這裡 時間大約是早上8時20分左右 其實這裡的票站在今早6時已經開始投票了 票站是到今晚9時才結束 美國各地的投票時間各有不同 票站這裡,我們今早站了這麼久 就不見有很多選民來投票 可能是跟部分人已經預先投票了有關 現在的選舉形勢是怎樣? 最新民調是怎樣? 麥哥,選情可以說是相當激烈的 因為很多的傳媒他們的民調 雙方都是只差幾個百分點 不過大部分都是希拉莉領先 也有傳媒他們預測 希拉莉可以拿到274張選舉人票 足夠去入主白宮 而希拉莉今早已經投票了 而當地的華人取態又是怎樣? 根據民調 華人普遍都是傾向支持民主黨 不過也有華人他們說 其實不是太滿意民主黨的政策 他們就支持特朗普 民主黨的希拉莉和共和黨的特朗普選情緊湊 但兩位候選人受歡迎的程度 就被形容為是歷界最低 三十出頭的阿天 十幾年前由香港移居美國 這次是第一次在總統選舉中投票 他說自己的一票雖然投給希拉莉 但並非是他的最佳選擇 一定是含雷投票 因為說謊的候選人 比一個胡亂說話的候選人更好 希拉莉會說的話 都是我們預期當中 但是特朗普一上電視 我們大家休息也不敢休息 也不知道他會說甚麼 他就一定不是代表我們美國人的民意 他的無知會令到美國本身的問題 更加惡化 這次選舉 兩個候選人都透過競選網站和社交平台 發放不少宣傳短片 不過阿天批評 這些短片帶來反效果 好像小學生找老師之後互相指控 以前你可能說一個總統任期完作 你會聽到很多很醜陋的東西 但現在都還沒做總統 全部醜陋的東西就出來了 不想看 其中一個廣告就是他侮辱那些選美小姐 現在希拉莉就有一個廣告去針對這件事 希拉莉的郵件 特朗普很快就會做一個出來又對付他 全部髒的東西全部都知道 因為對手 阿天身邊不少朋友都有相同的想法 好像經營飲食業的朋友阿倫 更加選擇不投票 因為兩個都不喜歡 而且有時都想想自己這一票可能沒甚麼作用 本來希拉莉的選情佔優 但聯邦調查局一度重啟調查 指他擔任國務卿期間 涉嫌不適當使用私人電郵帳戶 收發公務文件 令他的支持度有變 雖然聯邦調查局最終說 在新發現的電子郵件中找不到犯罪證據 維持不予起訴的決定 但希拉莉的形象始終有損 他明知故犯 我覺得最佳一等 我們不可以讓特朗普上去 所以我們都要這樣做 無論希拉莉做甚麼都好 特朗普是更加壞 美國歷史上有大熔爐的理想 全球各地的移民融為一體 華人佔美國總人口百分之一點多 屬於少數族裔 根據2016年秋季全國亞裔 美國人民醫調查 大約一半的華人選擇希拉莉 只有一成多傾向特朗普 現在美國三十多年 即將六十歲的Jerry 是其中一個少數支持特朗普的華人 他說的話雖然是尖酸刻薄 但問題來計算是挺實際 他說到其他所謂非法移民 入到美國的時候 他們有些犯罪 事實上那個比率是挺高的 他起碼是一個真小人 他真是最壞的 先說出來 結果會有千萬多多大法律 還有千萬多多大法律 他的排外其實是有爭取的 基本上我們自己都是移民 很少出來靠職工 但是現在好像這個趨勢越來越多 所以才為何國家的赤字越來越大 這樣下去的話 就是小部分人做事 但是很多部分人一邊去拿 就變成有一個很不公平的現象出現 早前支持特朗普的華人團體 在紐約曾經舉行集會 Jerry和朋友之後透過微信等 籌早到賓夕法尼亞就拉票 所以說你這次華人 一定要站出來投票 他自己也都在電台節目中呼籲華人投票 華人在美國的生活 其實最主要我們的政治地位是不夠 亦都是我們自己本身 華人造成的一種政治冷感 但是你要想想第二代第三代 跟著下去那些我們叫ABC 或者是祝星那些 他們將來會怎樣 Hillary is ready and qualified to do the job from day one 年輕人向來對政治冷感 十月的時候有大學公佈調查 在訪問千多個十八至三十五歲的選民當中 近四分一說寧願搵石撞地球 都不想特朗普和希拉莉入主白宮 但從其他的調查顯示 如果必須要從兩個人當中選擇 較多會含淚投票給希拉莉 今次的選舉18至29歲的選民 佔整體選民人數大約兩成 而近年這個年齡層的投票率 都是維持在大約百分之十五左右 比其他年齡層的投票率都要低 兩個候選人在今次都有利用社交平台助選 例如在造勢大會使用Facebook直播 吸引選民即時參與增加互動 Mika在民主黨初選的時候 曾協助另一個候選人桑德斯拉票 他說在今次的選舉中 社交媒體發揮很大作用 但傳統拉票方式依然不可以被取代 社交平台助選民 很多人 你也可以做媒體和社交媒體 也當然是 它並不一樣 跟別人進去 接觸者去選擇 是最重要的事 你做同樣的事 每個 campaign 都在街道上 街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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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美國根本很強大 不過現在就是內商 是需要補一下 它未必有補藥 不過有時候你都知道 已經是打病 因為我們廣東有一個叫打病來醫 那就試一下吧 我希望希拉莉 會看自己 她是美國思想第一個女總統 她想留… 想明留青史 她會有好的方案 繼續跟在紐約的華語聊一下 我知道希拉莉就投票了 也知道兩位候選人 今天都會在紐約等結果 他們今天有甚麼活動去安排 麥家衛兩位候選人 你們就說得對 不約而同 都會在今天 大約傍晚6時左右 就在紐約這裏 在不同的地方 舉行他們的晚會 和會見支持者 希拉莉的晚會 就會在一個會議中心舉行 至於特朗普的晚會 就會在一間酒店那裏進行 其實現在警方 已經在兩間會場外 做了一些戒備工作 我們會跟進最新情況 先交給兩位 麻煩黃亚宇的報道 也麻煩你幫我們看著 整個美國大選 我們這星期才談到這裏 下星期再見 再見